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这个罗比达法则 那这个罗比达法则呢 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形式 我们先来看这个0分之0的这一种缝 这种形态 那它的条件呢是说 当X趋向于A的时候 这个F跟G呢 它的limit都是0 那么如果你要下去计算 像这样子形态的极限的话呢 那这个罗比达法则它告诉你说呢 你可以呢 把分子F呢为分 把分母给它为分 然后呢再继续去求算这个S趋向于A 针对这个式子下去求算它的这个极限值 那当然呢这个条件就是说呢 你为分以后的这个分子分母的这个极限 要当X趋向于A的时候 它要存在 它要存在 好 那这样子的话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下去碰到这个S趋向于A的时候 分子分母都是0的话 都趋向于0的 那你就可以分子分母下去做微分 那条件就是这个微分以后的这个极限值呢 必须要存在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罗比达法则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它的这个证明 首先呢它题目告诉我们说呢 X趋向于A的时候 X趋向于A的时候F跟G的这个极限值呢 都是0 那另外呢 它的这个微分以后 分子分母你给它微分以后 它的极限值呢也存在 好 微分以后它的分子分母的极限值呢 它也存在是L 那因此啊 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 好 我们来看这个叙述啊 它说F跟G呢 就在X等于A点呢 都是可微分的啊 因为它这边已经存在啊 好 它这个极限的比值呢 会等于L啊 所以分子分母的这个 这个微分啊 微分的这个 这个 当然X趋向于A的时候啊 这个F'A G'A呢 都存在啊 也就是说它都是在A点是可微分的 那如果在A点可微分的话啊 那我们势必呢 可以在A的附近啊 因为X线趋向于A啊 那所以呢 我们势必可以呢 在在A的这个附近啊 找到一个小区间啊 那使得呢 整个函数啊 在那边呢 是可微分而且连续的啊 那因为呢 等一下要用到这个定理啊 所以我们干脆呢 就假设说 F of A 等于G of A 等于0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A的右边啊 选一个X出来啊 选一个X出来 那假设这个X呢 大于0啊 那你要选在左边也可以啊 这个定理照样成立啊 好 同学可以自己下去做做看啊 那我们就假设X呢 比A要大啊 因此呢 在这个A到X的这个区间里 那我们说他必然啊 使用这个刚才的 Coach mean value sharing啊 高斯均值定理 必然会存在一个C啊 那使得呢 这个是指成立啊 也就是说呢 他在这个A到X 这一个更小的区间里面啊 这个F of X减F of A 除以这个G of A 减G of A 它会等于F' of C 除以G' of C 那这个就是所谓运用这个高斯均值定理啊 然后呢 你在这个等号主要两边呢 同时给他取这个limit 取极限啊 那取得极限之后啊 因为这是0啊 这个也是0啊 那所以呢 这个等号的左边呢 当X趋向于A的时候啊 那么等号左边就剩下这个F啊 除以G的极限啊 那等号右边呢 就是这个F' of C 除以G' of C 当X趋向于A的时候的极限啊 那同学观察一下啊 就是 现在呢 这个X呢 向A趋近啊 向A趋近 那他刚才是说呢 存在一个C啊 那这个C点啊 我们再换一个颜色啊 这个C点呢 在这个位 可能在这个位置啊 可能在这个位置 C点是介于X跟A之间的啊 那因此啊 同学看一下这个 如果X向A趋近啊 那我们就必然可以知道呢 这个C啊 因为它介于它们两个中间啊 所以C呢 也必然会向A趋近啊 C也必然会向A趋近 那所以呢 这边啊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做代换啊 就是你这个X趋向于A 可以推到C趋向于A 那因此呢 这边就变成F' of C 然后G' of C 好 那么做到这里来的时候啊 同学再观察一下啊 这个C呢 它只是一个Domain Variable 所以呢 你又可以把这个C好 我们再继续把它代换 我们把这个C呢 代换成是这个蓝色的X 把代换成是这个蓝色的X 因为它只是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你用C用S是一样的 那因此呢 当你把它代换成像这种形态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说呢 它的极限值呢 就是这个L 它的极限值就是这个L 好 所以这个罗必达法则 它的含义就是说呢 如果你下去呢 这个做这个 两个函数相除 像这种形态的极限的时候呢 结果你发觉呢 当X趋向于A的时候 分子趋向于0 分母趋向于0 那么我们根据罗必达法则呢 你可以试试看呢 就是呢 把分子为分分母为分 然后呢 你再把那个X趋向于A 下去求这个极限 那如果它存在的话呢 罗必达法则告诉我们呢 它就是原来的那一个极限